王赫帝,中国娱乐圈新十年的帅哥,在短短一年内迅速崛起,定超越了肖战和王一博的流量高峰。 这一迅速的突破在娱乐圈创造了惊喜,使他的名字脱颖而出,并受到强烈关注。 王赫帝的卓越表现,肯定了他是Steez9X一代的典型面孔之一。 面对肖战,王一博两位9X一代的人气流量巅峰,王赫帝不仅击败了他们,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在《陈情令》中的出色表现,让他的名气和流量都水涨船高,证明他不仅有帅气的外表,还有不俗的演技。 标志着王赫帝回归的电影《苍蓝爵》,带来了不小的成功。 他不仅在短短一年内突破了六十亿大关,而且还成为了中国娱乐史上唯一一位达到这一成就的男明星。 这证明了王赫帝的强大号召力,也证明了他战胜大牌的能力。 王赫帝的下一部作品,以爱为赢,为巩固他的声誉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CEO实验亮相的争议不仅引起了关注,还掀起了观众的喜爱浪潮。 这个角色深受小荧幕观众的喜爱,开启了新的征程,也为王赫帝的事业带来了强劲的发展。 帅气与杨刚相结合的王赫帝不仅凭借火爆的电影吸引了观众的关注,也登上了人物媒体指数排行榜的榜首。 由此可见,他的成功不仅来自于他出色的演技,更来自于他的身体感染力和个人风格。 以爱为赢,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帮助王赫帝超越了肖战和王一博,从此他的名字越来越热,受到观众的关注和喜爱。 这一成功不仅清楚地证明了王赫帝的个人魅力,也证明了中国娱乐产业的多样性和活力。 王赫帝已经证明自己不仅是九代帅哥的典型面孔,也是一位能够克服艺术生涯中最大挑战的多才多艺的明星。 他的职业生涯不仅是一场人才培养竞赛,更是一次发现自我,一步步建立生育的旅程。 耐心、努力和不懈的热情是克服所有挑战的关键。 他已经证明,即使出身卑微,但通过努力和对演技的投入,任何人都可以取得巨大的成功。 同时,教训还在于面对争议意见并继续发展。 尽管存在争议,但以爱为影已经证明,艺术的多样性不仅丰富了这个行业,而且开辟了新的机会并带来可持续的成功。 最终,王赫帝令人印象深刻的职业生涯清楚地证明了中国娱乐业的繁荣和活力。 观众可以相信,还会有更多的新兴和优秀作品被发现,为后代艺术家开辟一个充满创意和光明的未来。